看破了 再好的 静云 不会狂欢 再悟的静云 不会愤怒 欺负 这个波浪很低 不高 常常能够保持着 心贫旧 平等心 清净心 心知慧 这个道理要懂 尤其是念佛人 静云现起 这一合掌 一声阿弥陀佛 什么事情都摆平 后面这几句 可不可以横盖 拔教 受策五十 这就是说 幸运持民 把所有佛法 全部都包括了